聽著導護志工的指引下 小朋友一個接著一個的過馬路 不過仔細一看 底下踩的斑馬線 就是跟一般黑白相間的斑馬線 是有所不同 綠底白條文的彩色斑馬線 上頭更加上了鮮豔的橘色大腳鴨 永遠一看就相當顯眼 也能夠提醒駕駛人放慢車速 那綠色的行人穿越道 因為它有致命性 可以讓開車的人清楚看到 前面有一條綠色的行人穿越道 它就會減速 那我們的小朋友 就可以透過學校的教育 待他們進出校門口的時候 就走這個綠色的行人穿越道 那小朋友走他該走的路 那開車的人看到這樣的一個行人穿越道 就會做減速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小朋友的上下學更加的安全 確保學童的上下課動線 能夠更加安全 市府在今年是開始推動學案計劃 陸續在35所國中小的校門路口 機上明亮的綠色斑馬線來提醒用路人 並且將原本的防滑系數45級 也提升到65級以上 也避免雨天會造成斑馬線失滑 而台中市長林佳龍這一天也特地來到大甲的文昌國校 來視察學童的放學狀況 好快喔 都知道怎麼走 圖形的設計更清晰以外 也增加紫滑的一個係數 那因為學生有時候進出 校園有時候會跑跳 那或下雨天容易滑倒就很危險 台中市現在也加強在落實 周邊的人行道跟騎樓 希望能夠暢行無阻 讓學生離開校園了之後 就是過斑馬線 在周邊的道路都能夠很安全的通行 對於新斑馬線的改變 有許多家長跟教方都保持樂觀態度 而市長也表示 未來如果成效良好 將考慮要繼續編列經費 擴大到全市學區的施作 不過效益如何還是有待觀察 這場摩漢 台中自封道